《美國國務院》 12月2號 美國國務院證實 對中共黨員赴美旅行簽證實施新限制 根據新規定 中共黨員和直系親屬的非移民簽證 將由10年縮短為一個月 只有一次入境簽證 且立即生效 美國國務院在發給英文大紀元的一份聲明中說 這符合美國政府正在實施的政策、法規和執法行動 以保護我們的國家免受中共有害影響 聲明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派遣特工前往美國 毫不掩飾地監視、威脅從事合法活動的 中國公民和華裔美國人 中共成員還通過各種機構在美國積極開展工作 通過宣傳、經濟脅迫和其他邪惡活動 來影響美國人 聲明說 根據美國移民和國際法 國務院有許可權限制對美國價值觀 當懷有敵意的個人簽證有效期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表示 美國政府加強對中共打擊的力道 是因為美國認為中共是一個非法政權 所以中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也是美國人民的敵人 之前 中國公民申請赴美旅遊或商務簽證 有效期為10年 可以無限次入境 最多停留90天 並且對中共黨員沒有特別限制 《紐約時報》報導說 國務院的這項新政策可能會影響大約2.7億中國人 當你認為你在受惠於中共這個邪惡體制的時候 總會有這一天 這種惡果也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為了這種邪惡體制去背書 為它做奴犯去賣命 以前認為這不是一個事情 但是現在就會影響到你實際的生活 這也是我們一直要鼓勵 所有的中國人民要遠離中共 要唾棄它 拋棄它 要揭竿而起 要反對它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 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部長德莫斯 週三在智庫阿斯彭研究所主辦的 一個網絡會議上表示 在打擊涉嫌科技盜竊的行動中 發現遍佈全美的龐大臥底研究人員網路 目前已有1000多名被中共軍方操控的研究人員 離開了美國 為了應付美國政府的調查 中共只是這些人隱藏了與中共軍方的關聯 但是 中間那些五至六的判斷 中間那幾十多的研究 由其他人在同樣的情況下 然後 最後 中間的關閉鎖州的關閉鎖 互相反制作与国家的影响 和经济的影响 有超过1000人 的中国研究研究研究人员 离开国 中共你過去所欣賺的那些東西 你都得可能用另一種方式還回來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奧利亞特11月中旬證實 在對抗中共有害的政策方面 川普總統凝聚了跨黨派國際共識 川普政府會繼續擴展四年來的歷史性行動 以保護美國與盟友對抗中共的侵略行為 川普總統凝聚